大家好 我是白董 那旁邊的是我的太太 她叫余軒 我是余軒 那我們今天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一台 這一台是氣泡水機 因為我一直有在喝這個氣泡水啊 所以說我們今天要做一個實驗 我現在先跟大家介紹這個氣泡水機 那氣泡水機簡單講就是 它可以把我們的水啊 或我們的飲料 把二氧化碳打到水裡面 這是二氧化碳的鋼瓶 然後打到水裡面呢 它就可以變成我們長河的那個氣水 然後呢我現在這裡面有一杯水 我先打給大家看一下 它如果按你想要 它裡面的氣泡多一點的話 你就再多打一次氣 或兩次氣這樣子 現在我現在要開始打囉 那我想要它再辣一點 我再打 然後再拿起來 現在水裡面呢 都是滿滿的氣泡啦 但是你不能直接打開啦 因為直接打開來 它可能會就是 像我們可樂一樣啊 直接搖一搖 然後再打開一個蹦一樣 我們可能要先讓它泄氣 再把它打開來 這是一杯純水 然後呢它就會像 吸水一樣 好那我們現在來試喝一下囉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面呢都是滿滿的氣泡 是不是很像絕壁 或是我們以前那個什麼 吸吸吸水 等一下 喝起來口感其實就是 水下吸 沒有加糖的氣息吧 OK 但是我們今天不是來喝水 我們今天是要 先這個 有沒有 文青必備 我媽每天 上班都要喝一杯的 這個 星巴克咖啡 整杯嗎 整杯啊 萬一等一下味道有氣過 你要喝 爆了爆了爆了 摩布摩布摩布 你在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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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喝了 那杯跟你喝 我好像在喝 啤酒上面的泡泡 到初來都是滿滿的泡 很奇怪 不像咖啡 我覺得真的很像啤酒 OK 這很難喝 你要不要喝一口 我覺得剛剛的啤酒 對 我覺得剛剛的咖啡啊 打成氣泡水以後 你會覺得超像啤酒的 根本是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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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接下來 來打這個 大家小時候 一定都喝過的這個 養樂多啦 看它起來又變什麼 這次沒爆了 它爆了還是沒有 我覺得養樂多應該要買 很好喝的 它沒有像剛剛的咖啡一樣 那麼多泡泡 好 我們來 咖啡 我覺得養樂多變汽水 比咖啡好喝耶 就變成酸酸 然後微辣 對 就酸酸的 然後那個二氧化碳 再吃雞尼舌頭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沒有 剛剛咖啡打完真的超像啤酒的 我的媽 總管姐 我覺得這個餅乾很好喝 真的很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 繼續下一個 那我們下一個呢 來這個 青菜在這裡啦 剝蜜 果菜汁 它這後面還有一個 告別單身獄手 準備關氣 就今天晚上我這一台應該是 今天台要洗了 關氣 噢 噢 這是要拿鍋子來吃耶 欸不用喝了耶 沒有 哈哈哈哈 它全部 流錯了 打完不到一杯 剛剛全部都流到這裡面了 好啦不然這杯你喝 我喝這個好了 有點像啤酒 又又像啤酒了 那就是雞尾酒 那就是雞尾酒 美食嗎 好好喝耶 對啊 你原本就說 你本來吃好喝 欸我本來吃 達人汽水比原本好喝很多耶 好像調酒的味道 對啊 這個青菜在這裡啦 真的打完以後比較好喝耶 邀神 好吧那我們來繼續來下一個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打這個 喝完這個晚上就不讓你 好我們來打這個蠻牛 然後呢因為我們剛剛都按兩次嘛 我在想說會不會是因為氣太多啊 所以說它會爆出來啊 所以我想說我這一次打一次就好 它好像裡面有泡泡的 對 第一次把它扭倒出來 真的有點像小便的顏色 真的 而且是火氣很大的小便顏色 你之前都隔著黑罐子喝啊 那我們這一次呢 就打一次氣就好了 不要打兩次 剛剛可能是打太多了有沒有 它都滿出來 剛剛說打一次結果我還是打兩次 還是你就是在 喔在等一下再打 對對對 你不要想起來會大的 這可能就不大了 我覺得可能說你要再等一下喔 欸沒有沒有還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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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跟果菜是一樣的 它都不用喝了 可以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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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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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覺得打完氣泡好像還好 嗯 看起來好像沒有氣 然後我們再三個 因為它原本就有氣啦 沒有原本就有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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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太多氣了 我都沒有 我都沒有像這樣子 整個晚上都在喝遊戲飲料啊 你看你會不會有很多氣 你是故意的吧 我覺得你是故意的 誰會把這種東西當故意啊 你白癡喔 你這好怕那麼多氣喔 我覺得有比原本辣一點點 但是它的味道幾乎沒有變 蠻牛還是蠻牛 對啊沒有 你是在擔心晚上嗎 沒有我就不喜歡 那我們繼續來試下一個 我覺得剛剛的蠻牛啊 打起來其實是差別不大 如果我們今天拿蠻牛水 就是那個寶特瓶的那種蠻牛水 打起來 它應該就會 變成蠻牛 這有什麼差別呢 好啦我們來打這個啦 就是我們去那個夜市啊 都會看到那種 瓜董 我是白董 他是瓜董 我們來打西瓜汁啊 看會變什麼 西瓜GO 他不會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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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蘇打 喝喝看吧 是有氣泡啊 但很普通啊 難怪他們只做蘋果西打 不做西瓜西打 OK好那我們繼續下一個 那麼我們接下來呢 剛剛西瓜汁我是覺得 可能是我自己本身沒有那麼愛西瓜汁啊 所以我覺得還好 但是那個幫我們攝影的那個 有沒有 他說 我覺得打起來超好喝的耶 好吧那 應該就是口味有 怎麼講見仁見智啦 我們接下來來一個這個 小時候都很喜歡喝的那個 冬瓜茶啦 不知道冬瓜茶打起來是什麼感覺 我記得我小時候喝的冬瓜茶 都是用那個 瘦膠袋的 你知道嗎 然後上面就像我們吃麵一樣會幫起來 然後跟書工插進去這樣 好我們現在看 冬瓜汽水 冬瓜加氣泡 碰出 新思維 你不要讓它放開 那個它其實是氣吧 進級的氣泡 其實它是冰的 但好像鼓廢一樣 對啊 其實我覺得這種不顏色飲料啊 打完氣泡以後的好像啤酒 對 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重度 大家品嘗 冬瓜氣泡 好 超難喝的 很難喝的 很難喝的 喝起來 補補的啊 有點補補的啊 不會很難喝的 我覺得很難喝耶 然後我覺得打氣泡以後的味道好像更甜 很難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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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糖水耶 那我們來最後一個 OK那 接下來為大家帶來今天最後一個 我覺得這算鍋咪飲料吧 珍珠 奶茶 每次買雞排就想要配一杯珍奶 好啦我們來倒 倒 倒 倒珍奶啊 GO GO 好啦 你比較喜歡喝珍奶 更多一點 我還好不喜歡珍珠 我是喜歡奶茶 不然真的好多 欸 吸管 好啦 吸管 阿你不知道現在說要用湯匙嗎 好啦我去拿湯匙 這樣怎麼吃啊 官員叫我們這樣吃啊 我覺得 只有奶的味道沒有茶的味道 哇我最愛喝不下了 好啦那我們今天把最後一杯也喝完了 那我想講一下這個喝完奶茶的感想 我覺得奶茶它打成氣泡水以後 我覺得只剩下奶味 然後它的那個茶味都幾乎沒了 而且奶味變得很淡 其實吃起來蠻怪的啦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湯匙的關係還是氣泡的關係 應該都有齁 然後我自己覺得今天打完最好喝的呢 是那個 玻米果菜汁 青菜在這裡啦 我覺得那個是今天打完的 我最shock的 因為我覺得它喝起來真的很像 有點像雞尾酒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 像我們那個咖啡啊 平常在喝很香啊 可是我覺得把它打成氣泡水以後 你就覺得 那個咖啡真的喝起來有點像啤酒了 其實我覺得好像有的飲料打下去 真的是喝起來真的是有點像啤酒 就是有一些泡泡這樣 那如果大家家裡也有這個啊 氣泡水機啊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在家裡 就是把你們常喝的飲料呢 都把它打成氣泡水來喝喝看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幫我們按個讚 然後呢也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分享給你的朋友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到下台下按個讚 掰掰